因为宜蘭跟台中 其实这两个县市 本来是被国民党视为连任 大概基本上十拿九稳的县市 那发生这两个案子之后 国民党还能不能够 像朱立伦当年夸下海口 六都要拿一半 其他县市要拿16个 我们听听看朱立伦当时是怎么说的 朱立伦担任党主席 环节全党 我们迎回2022 明年底大选目标16级 六都要过半 达不到朱立伦下台负责 顾起全面的政治责任 朱立伦团结全党 2024全党团结一致 迎回中华民国 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重返政治 迎回我们的公平正义 台湾现在加六都 总共是22个县市 所以也就是说 他六都要拿一半要拿三个 然后其他的县市 非六都要全拿就对了 那民进党干脆投降算了 宇翔你觉得有可能吗 就即使没发生这两个案子 大家不要注意朱立伦前面讲那16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2024一定要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要赢回中华民国 那个国旗就在他后面看到没有 对对对 主角是他啦 那16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原来如此 其实现在一个妈妈市长 一个妙妙仪 他们两个的心情我最懂 我真的很懂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 妈妈市长 他是一个充分运用 话语技巧的一个演说工作者 所以他不管讲什么 乳木春风 那种声音 谁在管他内容讲什么 听得很爽很舒服 这是重点 他有这个好处 所以很多台中市民 听他讲话就醉了你知道吗 那可是另外一个妙妙仪 他是一个我们汉语文字的 这个审话专家 你不管问他什么 他就是防疫优先 防疫优先 那到底要怎么样 还是防疫优先 这到底是在讲什么 所以这两个人 他给人家的一个是相当会表达 另外一个是非常的暮色暮纳 可是两个同样有高人气 这时这两个人 同样被一件事情所困扰 就是地的问题 就是地的问题 那疑虑 不管是很会讲话的人 还是很木娜的人 遇到地的问题 他们同时变成三Q姐了 都是谢谢 不管是到了任何场 出席各种活动 卢秀运这么会讲话 问了半天 他可以如沐春风 在大台中市 我们为了捷运的问题 让大家可以享受到 台中我们直辖市的快乐 你怎么不讲了 那谢谢 为什么都谢谢 林芝庙布出地监署 也是谢谢 这两个一个很会说话 一个很不会说话 都变成谢谢姐 变成三Q姐 那大家看看 现在国民党内部的 这些有声量的 这些网红也好 这些名嘴也好 他们在干什么 连华你知道吗 他们在干什么 剑烈欣喜 你看吧 这不是都国民党党人吗 我告诉你 他们怎么讲 存亡此寒 你们对核四不表态 你们对公投不表态 存亡此寒 现在民进党开心 给你们各个急迫 你看当时不听我讲吧 李将军 这个逻辑有错 他们对核四不表态 所以他们是站在不同意 重启核四这一边 那民进党感谢他都来不及了 对 所以我就讲 这些人 他哪里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这些自称为声蓝的名嘴 媒体人也好 他哪里是声蓝 哪里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他的目的是把这些 不听他话的人 一一铲除 所以其实卢秀燕 跟林志廖 你现在敌人 你不要说是民进党 都是自己人 我跟你讲 那群声蓝的名嘴 那些讨厌你在四大公投 不表态的人 他恨死你了 这些声蓝 现在还等一件事 好友谊 你就不要出事 你看开始新闻出来了 侯友谊你不要出事 当时在四大公投 没有表态这些县市长 存亡此寒不要出事 这在干嘛 蓝营在干什么 蓝营这样子 可以赢回16个县市 你还是想搅出16个县市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说蓝营的心态 是非常非常 让人觉得两个字 恶心 不对还不够 非常恶心 非常恶心 真的我跟你讲 真的非常恶心 为什么我这样讲 你知道 他们没有丝毫 对于同志的信任感 这个时候 这个事情 如果发生在民进党身上 不会这样 一定相挺 有任何的需要 我们同志都相挺你 有什么需要 我们一起来帮助你 我看到的民进党是这样 国民党不是 见烈欣喜 看你台中还能做多久 你这么拽 你最强诸侯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求我 他不但这样看盧秀业 他也这样看侯友谊 现在又出了一个林之庙 他心想 嘿你看 都是对党不忠的 你忠啊 你们这些人忠啊 你们这些人是坏 不是忠 真的够坏 所以柯文哲说 民进党坏 国民党笨 反过来一下 国民党是非常坏 他的分子里面 这些破坏党的团结 修理党的人 非常凶狠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最懂林之庙 你知道 我昨天才帮 这个朱立伦解了一个围 你知道 昨天的中常会 如果没有于北城这号人物 林晃我是什么 我是中常委吗 你不是啊 我还是县市长 没有 我只是个党员而已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是 荣誉党主席 荣誉被砍党主席 你有听说过 我们在医院里面 好不容易复原了 都已经没有问题了 我们出院了 出院一个礼拜之后 回来回来 再补一刀 剪刀忘记在你肚子里面了 我把你切开的拿出来 这就是国民党你知道吗 这就是国民党 所以我讲 林之庙跟这个 卢秀燕 卢妈妈 不要难过 这就是国民党 小弟我都亲身体验了 你们现在心里没想法 我懂 这是什么党啊 人家在 绿营打我就算了 怎么自己蓝银在打我 怎么自己蓝银的媒体 在打我 而且打得还比凶的 那国民党跳出什么 我们还是相信法律的制裁 这都是绿营的阴谋 什么阴谋啊 如果卢秀燕 林之庙 侯友宜 他对四大公投没有表态 民进党应该谢谢他 是啊 干嘛整他 你站在正义的一方 我干嘛把他打掉 换一个钢铁兰 无聊兰来 对不对 所以那个逻辑是错乱 所以他们是什么 幸灾乐祸 他们在幸灾乐祸 就是说 当时你们是最强诸侯 当时你们是一方之霸 你都不甩党 你都不理党 现在你出了事 想叫党帮你 门儿都没有 那我只会笑你 所以这种支持者 这种深蓝 所以我才 亡蓝再蓝啊 你要亡掉国民党 绝对是深蓝 所以国民党 你不要说 哎呀这么多叛徒 最大的叛徒 就是站在你身边的人 我跟你讲 汉奸 坏蛋 离你越近 叫得越大声 这是国民党内部 最大最大的祸根 如果朱立伦 你真的还对2024 有一点想法 真的 昨天去 这个给靖国先生鞠躬了 想一想 金国先生要的是什么 反共 金国先生要的是 本土 照顾台湾 你做到了没有 如果没有做到 不要乱鞠躬 小心晚上他来找你